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就是这个关于我们中国现在发展了这么多年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就是我们中国对这个发达国家来讲 这些发达国家是相当不待见我们中国的 为什么中国发展这些年成绩不错 可是这些发达国家还不怎么待见我们呢 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为什么这些国家不待见中国 其实原因很简单很简单 因为中国是一个分力向上的国家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 由欧美澳日组成的发达国家俱乐部直播 只不过迎来了四小龙和以色列五个新成员 人口加起来总共九千五百万左右 这其实在人口上千万的 只有台湾和韩国如果把发展已经停滞了 为发达经济体台湾去掉的话 其实过去一百年有规模崛起的也就韩国一个 韩国体量小只有五千万人 而且其产业主要冲击的是日本 所以列强还能忍 中国的体量是韩国的二十五倍 从欧美到日韩通通受到冲击 你让发达国家怎么能忍 是不是 你以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就这么几个吗 几百年前的大英帝国 现在还有多大 你以为全世界就一个大英帝国 日布洛帝国 在之前西班牙帝国才是真正的日布洛帝国 你看看人家现在还有多大 当年一千九百多万平方公里 到现在只有五十万出头点 你看看西亚病夫的奥斯曼土耳其 现在还有多大 从五百五十万平方公里 现在就剩下了七十八万平方公里了 他们嫌弃太大吗 自己不要的吗 为什么就有人怼你这个曾经的东亚病夫呢 因为当年没怼死你 现在日子居然还越过越好 不过不要致满 我们现在改革开放的发展奇迹 还远没有南美战争结束以后 美国的发展速度快 19世纪初的美国 速度远超现在的中国发展速度 有多快 我就是拿当时的 贯穿美国的那个大陆铁路 全长4850公里 从1862年筹建开始 到1869年竞工 只用了七年时间 1930年的帝国大厦 建筑图是仅仅需要了两周就完成了 而帝国大厦的建筑 仅需四百一十天就完成了建筑 帝国大厦是在以每个星期 建四成半的速度来完成的 传闻到工地的干粮都还是温的 可就是这么快 当时的欧洲有谁看得起美国吗 大家都是想去巴黎看看 去伦敦看看 除了过不下去的人 除了追逐资本的人 当年谁正眼看过美国 可这个看不起的美国 却是人类发展史上最辉煌的奇迹 大航海时代 创造了西班牙的奇迹 第四公业革命 真奇迹创造了英国的奇迹 这个时候西班牙人说 英国人是流氓 是土匪是海盗 第二次工业革命 电气时代创造了美国的奇迹 这个时候英国人说 美国是美文化的图别爆发户 现在世界进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 进入了电子时代 数码时代 原子时代 我们不能说自己开创的时代 但是我们一定是这个时代 最后一个奇迹 下一个奇迹 只能等到天顶新科技的到来了 所以不待见就不待见 反正巴黎的人也不必待见 不待见的人少 总结一下规律就是 上一个奇迹会喷下一个奇迹 下一个奇迹做稳了以后 就两边互喷 直到新的奇迹出现 大家就会同一口径 调转枪头喷新的奇迹 不信 最后一个上电铁的人 最后一个上公交的人 最后一个详细进地铁的人 总是惹得满车厢的人抱怨 不受待见 中国这个沉沦了一百多年的国家 正在匆匆跑向一列火车的贵宾车厢 他不受待见不是自己的原因 是车厢里的老贵族们嫌疾 好吧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